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 攻读时的话语是记载在 《非利门书》的第十七到二十节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帐上 我必常管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兄弟啊 望你使我再助你因你的快乐 并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畅快 这一段 这几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某个程度来讲 相当有属灵的权柄 不论是对非利门 或对阿尼西蒙 因为这两个都是 保罗属灵上的孩子一样 所以信征 他也直接这样写 连你自己本身也亏欠于我 我想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物质的问题 而是属灵上的一个辈分跟教导 因此 非利门非常的尊敬保罗 所以这个信函本身是一个极重要的推荐函 特别是强调一个仆人 回到你的身边 你要好好善待他 因为他在我这里 我也是要好好善待他 保罗甚至说 如果他欠你的 算在我的身上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树 你的一个担待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说 你的问题成为我的问题 你的困难成为我的困难 如果你不方便 我替你扛这样一个重担 阿尼西姆逃离非利门的时候 并没有清楚交代是什么问题 是偷东西了 还是故意出了什么状况 但是至少在非利门的眼中 他对不起他 所以保罗才会讲 他亏负你的 算在我身上 我还你 保罗不用偷这个字 而说亏负亏欠这个字也 同时他也告诉了非利门 连你自己本身也亏欠了我 这封信是我亲自写的 我表达对阿尼西姆的爱 同时我也一样 对你表达所灵上的爱 我接纳了他 我求你 一样也接纳阿尼西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经文的背后当中 我们学习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 第二个 学习以神的眼光来判断别人 然后给人自己做一个 做主的一个机会 昨天我们在分享的信息当中 是站在阿尼西姆的角度 今天的角度是跑到非利门这个身上 要非利门学了什么功课呢 更高层次放弃了权利 到底说什么东西 去饶恕 去饶恕 去饶恕一个得罪你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阿尼西姆可能在他身上 这个做了亏欠他的事情 照理说 非利门应该是要报复的或仇恨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边不选择饶恕的时候 要选择报复的时候 照这个路易斯 C.S.路易斯这位神学家 他这样说 人如果选择报复而不是饶恕人的话 你是替你自己挖了两个坟墓 一个是为仇敌 一个是为自己 饶恕是超越人所谓的公正 他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 当我们以负面的态度 重新去温习 去记忆 其他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次再一次去舔自己的伤口 似乎有一点轻微的安抚作用 可是他确实会 培植怨恨细菌的温床 甚至他会成为 人类心当中的苦毒跟憎恨 成为一个心灵的癌症 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真实 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 他自己可以活在仇恨跟苦毒当中 十年二十年出不出来 他怎么能陷在那个地方 他走不出阳光 他走不出上帝给予他那种正能量的机会 仇恨一直吞噬他 使他一生当中再也不能够站起来 表面上他还是活着 但是其实其实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我发现甚至在教会的基督当中 仍旧有部分的人他走不出来 明明主耶稣已经赦免 明明主的能力可以跨越这一切 他不愿松手 因为每一个人不饶恕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理由有大有小 有非常深厚的 有非常浅薄的 都认为说自己的伤害比别人的更大更惨 我们要扩大自己的伤害到什么程度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仇恨的过程当中 对方其实他已经走出这个阴霾了 而我们却陷在这个当中 分享两个重要的事情 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或情绪 不是 仇恨跟愤怒是情绪 苦毒怨恨也是情绪 这些负面情绪 透露出一个人在灵魂深处不饶恕的情况 但是饶恕与佛本身不是一个情绪 饶恕是一个情绪 这跟它生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在一个内心最深的隐秘处 不饶恕就会制造负面的情绪 而且是一个工厂 因此我们处理内心当中的苦毒仇恨 你必须要用饶恕来处理 保罗这封信本身其实是带有这个态度 放弃你的权利 他是你的仆人 今天他可以过去 他还是你的仆人 可是如果你用仇恨来看待他的时候 这不会解决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你要学习爱他 就必须用在主里面的爱 放下你的权利去饶恕他 第二个 饶恕不是遗忘 一个脑部的记忆库 不会因为人选择饶恕而扭转开关 把他这个记忆拿掉 遗忘是个被动的过程 随着世间的流逝 记忆的事情会褪色 我们甚至会隐藏在我们的库存的更深处 但是他还是会在 他还是会在 只不过他放在更深的地方 而饶恕是个主动的过程 把被伤害的事情改写成另外一个城市 以至于你即使会想到 开启的记忆的时候 你会用另外的眼光来看 比方说你会了解对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是出于什么态度 他可能伤害你不是故意的 或者说你开始站在对方的立场 都去思考这个事情了 你愿意用神的眼光 说你愿意给他机会 你会从神的眼光看说 神给你机会了 那你愿意给他机会吗 其实他不能够弥补他的过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只能讲这两项 重要的一点事情 非你们被保罗要求 放下你的这个权益 给人再一次机会 做他自己的主 做主来选择顺服你 来选择爱你 愿上帝祝福大家 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你也学习这样一个筹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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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